自零四零三地震发生至今 来自日本各界的善款 陆续捐至花莲市公所的慈爱基金专户 而期间共有27笔来自个人社团政府单位的善款 共计有2547万多日元 由魏佳燕市长代表日方将善款全数捐出 希望借由日方的爱心 给予受灾户们继续向前的动力 一张张旗帜卡片都是来自日本友人的真心关怀问候 华联市长魏佳燕表示 从零四零三地震发生以来将近半年的时间 陆续接获来自日本的爱心捐款 累计达2547万的日币 今天特别代表日方把爱心全数交到受灾民众手中 希望可以给大家重建家园的力量 继续面对未来挑战 自从零四零三后 其实地震发生这半年了 我们有非常多的日本友人 不断的捐款 以及捐赠一些加油打气的一些旗帜 给我们所有的花脸受灾的一个部分 那在慈爱基金的部分 我们也收到了善款约500多万 那日币是2000多万的一个部分 那在今天也召集了我们所有主委 不管是红单跟黄单的主委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主委宣布 那将我们所有日方捐赠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全数的要再转介给我们所有主委跟住户 我们所有权人 那一户是红单的一户是5000元 那黄单的一户是3000元 那其实我们户数比较多 所以今儿会以这样的平均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分配 那再次的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主委 大家都非常辛苦 那我更要谢谢我们所有日方的好朋友们 给我们加油打气跟捐赠这样的一个善款 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所有的好朋友们 这一次捐赠仪式主要是针对花脸市各社区大楼 红黄单户来发放 受证的民众都非常感动 讲不出话来 很谢谢 对啊 你不要哭我会哭 我的哭点也很低 所以就是连日本人都很关心我们 是不是觉得 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地震后我去日本 在他们机场也有在帮我们募款 所以很谢谢他们 窩心温暖 然后觉得就是很有同理心 然后我们平常也要多付出一点点 不要光是伸手 社导科长肖子卫也说明了发放的对象和方式 就是收集日方各界的善款 那大概是日币2700多万 那则的台币是约500多万 那在这五个月的时间 那华联市公所将这笔善款做一个集结 发给这次地震的红单及黄单的受宅户 那红单是每户5000元 那黄单是3000元 那我们发放的对象是以所有权人为发放对象 这部分我们目前已经跟地震事务所调所有权人的资料 那我们造册以后我们会寄发通知单给所有权人 那所有权人带着通知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所有权状来华联市公所设劳课做领取 市长魏佳燕表示患难见真情 非常感谢来自日本的企业团体 地方政府还有善心民众温暖祝福 期盼未来华联可以恢复往期的美丽 用最好的样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介入会欢迎室报导